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依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民官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宁官 我们看韩国瑜直接对党中央开枪之后 一场夺权战争四面八方而来 同一时间韩国瑜个人网路声量 迅速的萎缩 那韩神效应泡沫化 这两天在网路上还吵到 黄光晴帮韩国瑜夫妻出书 板碎李嘉芬倒是很快的拿走 一场夺权的战争 国民党内现在决定全民调 然后全民调真的对韩国瑜有利吗 还是实际上搞不好是郭台铭有利 那夺权的背后有多少 不会人这故事跟内幕 我们待会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 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来是崔宇伟 主持人 大家好 再来是高嘉瑜 大家好 再来是周小平 大家好 再来是邱明玉 大家好 再来是黄创夏 大家好 好 国民党内的夺权宫廷大戏 大家各怀鬼胎 那当然在这一个多元赛局里头 那韩国瑜的大头震 果然影响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吴韩慧 听说下个礼拜 现在还没接到通知 我们打法问题 全民调就是把所有主动跟被动的人 都列入这个全民调 等我们跟主席见面完以后来谈 如果要抱怨 最有值得抱怨可能是朱立伦 可是朱立伦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不要把个人的这个得失放太重 我们是一首好牌 大家能够比好不比烂 这个文艺爱情片演到武侠片 演到科幻片 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忘了 观众都在看 所以我们赶快把它演成一个 家庭伦理大戏剧 不能演成 好创下国民党内的夺权战争 李嘉芬说背后被开枪之后 韩国瑜正面开枪 但是韩国瑜五点声明正面开枪之后 自己也受伤 然后在网路上 黄光琴在开李嘉芬的枪 为了板碎这一场战争 现在看起来 韩神的泡沫化跟消洪的效应 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民党这一场黄袍之乱 就是到底黄袍加神要怎么加 这个黄袍之乱越也越乱 然后目前为止看到是说 韩国瑜夺到了黄袍 但是恐怕有失去江山的一个危险 所以这个整个局面 就现在变成对韩国瑜非常不利 为什么呢 昨天吴敦毅花了好大的力气 做了一个free size的黄袍 大家都可以进来穿 大家来自初选民调 就以为说这样子就可以皆大欢喜 没想到一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更不高兴了 郭台铭仍在国外没有表态 所以郭台铭到底怎么样看法是不知道 然后王金平就觉得很不公平 朱立伦也觉得不满意 然后没想到韩国瑜反而不好讲话了 然后他是受伤最大 那为什么是韩国瑜受伤最大 因为他昨天又同时出了两件事情 引起了反弹又更多 一个呢 就很多人连董念台都出来讲话了 这个不是江湖道上的道义啊 什么道义 就是那个 我还很虚想说 你那个郭台铭又不是跟韩国瑜不认识 你见过两次面 你要参选 你应该跟郭台铭 你应该跟韩国瑜讲一声 不报备 没意气 然后那个大家就想说 你是谁啊 你这么大哦 郭台铭要报备哦 所以这件事情又一个反感了 然后再过来呢 韩国瑜就出来了 他终于他脸书好久没有贴新的文章 只有他在先前贴在美国的一些访问的东西之外 贴了一张文章叫做假韩粉退散 那假韩粉退散之后呢 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现在你又开始讲爱与包容了 你拿到了黄袍之后 再爱与包容了 然后那些前面帮你那个杀的砍的人 你现在是干嘛 用尽折丢吗 所以他的负面的声量又重新的又更多了 你的意思是说 韩粉本来像红卫兵一样烧烧如烈 杀了党内自己的王金平 杀了党内自己朱立伦的总统梦之后 杀完一轮之后 被郭台铭将了一军 然后韩国瑜赶快切割说 那都假 那都假韩粉 那个不是我的支持者 对可是这样子讲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不会是这样子 连罗志强今天在受访问的时候说 他自己觉得 他自己也受很多攻击 一半一半 罗罗志强说我还是韩粉的大阿哥 大师兄 结果连大师兄讲说是一半一半 所以这个东西对韩国瑜的伤害都越来越多 而从这种状态里面那最重要是说 韩国瑜的武将声明里面出来之后 对他最伤的其实是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这问题 你真的这么急吗 你是不是应该把高雄市给做好 所以你看到八百壮事里面 有两个在高雄附近的 住在高雄的那个两个八百壮事的 两个领导者都说希望他做好四年 而这个东西是有发酵的 我是桃园眷村长大的 结果没想到今天早上 宪兵退役的中校 然后宫军右校退役也是中校 我们这几个同学那时候也是开车下去 跟着三三大造势的 开始问我说 赵夏你跟我们谈一下 是不是他应该做好四年比较好 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真正的核心的力量 都在往后退散了 然后这种红卫兵 然后当然也是的 眷村小孩里面就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要就要不要就不要 哪有这么扭扭捏捏的 所以现在看得出来 如果现在不然国民党现在还在讨论 到底要怎么样的协调式民调 到底是要全民调 还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规矩没出来 所以让大家人心惶惶 可是照这个局势再走下去 加上韩国瑜现在 在网络上的负面声量 远大于正面声量三倍以上 恐怕真正到了要 注意民调的时候 韩国瑜恐怕不会是像现在一样 遥遥立先的 你的意思是说 像吴都逆的游戏规则叫做全民调 然后全民调 其实所有人都来调 所以郭台铭也可能调 韩国瑜也可能调 那当然朱立伦 王金平也都有机会调 然而最有胜算的 当然是韩国瑜跟郭台铭 那以全民调的初选 走下去的话 韩国瑜未必有胜算 因为他的负面能量 负面声量是不断的累积 包含黄光晴在脸书上呛说 当初出了这个 跟着月亮走的版税 李嘉芬直接先拿走版税走人 是这件事情 当然也会在这个讨论里面 讨论到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你们不是要帮平民吗 你们不是要帮那个吗 你们是不是不在乎这些的吗 你们是跟庶民站在一起的吗 怎么连一个版税都已经拿走了 然后拿走之后 黄光晴先前的时候 你被人家攻击 尤其攻击他最心疼的儿子 你没有出来讲话 然后后面呢 人家在攻击黄光晴的时候 没有出来讲话 而且还有很多人 就抓着这本书说 你是你黄光晴贴上去的 是你黄光晴贴上韩国瑜的 好像把黄光晴骂了一顿 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出来 是大概一阵子前之前呢 黄光晴突然接到 时报那边的通知 而说你的电子党 被李嘉芬那边派人拿走了 那黄光晴很在乎 出版社通知黄光晴 对对出版社 因为黄光晴很在乎这件事情 为什么在乎 因为他都是海外版权 那黄光晴本来我就已经是 拿了那个作者费就算了 可是海外版权是什么意思 海外还像看中文的是哪边 中国大陆嘛 对 那中国大陆对黄光晴来讲 他才不愿意 完全不愿意说我的名字 给你放在中国大陆发行 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尊重 我的助纣人权 所以就去问 他问的时候才了解说 这个根据已经卖的书 然后大概多少钱 然后根据板税抽 一算说不对啊 那那个板税 第一板的板税 大概海光晴 光晴自己算是一百二十几万 应该是已经好了 发现说已经被直接领走了 那当然就被领走了 他也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然后呢 后面讲说领走了 当时跟我讲是要做公益 可是我怎么看了半天 都没有任何任何通告 告诉说做到哪边的公益 然后当时的时候 文家夫妻还跟我提到的是说 他们觉得说 怎么连这样一个账户都弄不清楚 这样子能够治理市政吗 那时候还没想到 这么多的事情 可是记得这一段时间 他还是持续的被攻击 一路的变攻击 然后就说你出这本书 只是你要去贴 你要去怎么样 光晴就非常生气了 记了律师函 然后没想到记了律师函以后 人家还是这种不回不印 或者最后李嘉芬 终于跳出来 三点回应他 但光晴还是问说 你就讲一件事情 你那第四点 你到底捐给谁 你公布出来嘛 或者你就讲 那他今天出来对记者回应说 他将来钱会捐出来 那不要说先前没捐 好我们来算一下这笔账 黄光晴在脸书上连续炮轰了 好多篇文章 所以观众朋友有兴趣 自己上去看 不过黄光晴主要讲的重点是 当初这本书 这个草率的写 快快的写 所以他跟李嘉芬之间 本身应该没有合约 但是作者是黄光晴 那出版社回应 他已经卖出超过三万本了 所以换算起来 他们算版税 大概超过150万了 黄光晴说李嘉芬 货了20万给他 所以黄光晴的推演是 其他130万 可能是李嘉芬拿走了 李嘉芬今天对着媒体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账上十拿98万 没有150万 然后这98万当中 我会给黄光晴20万 那我们来算一下这本乙账 这本书定价350块 江湖行情 中华民国现在出版行情 有知名度的人出书 行情版税大概15% 那有一些超级畅销书的作者 会把版税再拉高 可是以黄光晴当时出的 这个李嘉芬跟韩国瑜的书来讲的话 15%是合理行情 所以一本书抽52.5块 是合理行情 在52.5块 如果一共卖了3万本 版税总共累积到现在150万左右 是合理行情 然后李嘉芬说他实拿98万 以李嘉芬来讲 他们家的个人综合所得税率 出版方可能会预扣10% 再来中华民国现在有健保 二代健保补充保税 那版税收入还会预扣2% 所以税前如果版税100多万的话 那税后李嘉芬可能实拿98万 好那创下这件事情的真相 很有可能第一波的版税 李嘉芬拿走了 李嘉芬也没有捐出来 然后李嘉芬跟韩国瑜 放着这个偏激寒粉去洗 黄光琴的版 所以黄光琴觉得假人假意很恶心 黄光琴很不爽 他很不爽 而且他就很开始又讲说 讲了那么多的时候 黄光琴就问一件事情 你一天被3000通 3000通的留言在边攻击 而且都是这么难听 结果他为什么他今天又会再讲 就是还是一样 就是昨天的假寒粉退赛 对 他说你在这个时候 你都已经拿到你要的了 你已经要了以后 然后你就开始用尽则丢嘛 这些人就叫假寒粉了 跟你都没有关系了 所以黄光琴就觉得 跟着月亮走 觉得你是伪善的 那我在问你 政治人物给这个作者写书 在台湾都不是新鲜事 上个月内清德不是也才刚出书 给郭琼丽出嘛 那李登辉有很多书 这个都很多这个台湾的资深的记者写过 多数时候政治人物给这个媒体人的背景出书 通常版税江湖行情也都归当事人赚稿者嘛 通常其实在著作权法里面 著作人格权还是属于那个赚稿的作者 对 然后所以版税呢 往往政治人物呢 他其实就是你帮我写这个书 我要拿去发送的 去造势的 所以政治人物有很多时候 不但是没有拿那个版税 所以他就一下子一百万本两万本的买下来 他要去发的 所以很少我们过去的时候写这种书的 有政治人物还要去抽版税 去拿版税的 是几乎是没有这件事 那刚刚他用李嘉峰的说法是说 因为光琴说他不要 所以他就好吧 那就是给他 那给他你就应该就是原来大家理解嘛 光琴的理解就是 你应该去捐公益 但是你现在就是说将来会捐公益 这个落差就非常的大 而且最奇怪最奇怪 如果我跟文家那边跟我聊的时候 他们觉得最不能理解的事情是 你干嘛要把电子版原版拿走 你干嘛要准备海外版 虽然李嘉峰说下面 没有海外版 但是如果你要拿去干什么呢 很少他们在过去 光琴写了很多书 也帮很多政治人物写过 但是你要拿去海外版 这件事情是他觉得最不可理解的 因为海外版如果中国大陆 如果中国大陆现在还是像过去一样 对韩国瑜这么的捧的话 那你到中国大陆去 那你的版税可是以现在台湾的 不知道是用几十倍在计算 好所以我们再讲 如果黄光琴没有曝光这件事 其实黄光琴一直以为李嘉峰拿走 而版税是要拿去捐作公益 难而实际上也并没有 是的 就是你先前在选举的时候 站在那么庶民 站在那么光明 可是呢 最后呢 怎么会觉得说 你的面貌 跟你先前告诉我的 在我帮你写书 跟你们访谈的时候 截然的完全不同 好我们广告之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韩国瑜 这次投入绿蓝军内部的初选 实际上 党中央决定要全民调 意思就是说郭台铭跟韩国瑜 在初选民调上终需一战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报道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17号正式宣布参选之后 国真启动战斗模式 疑似透过公司进行拉票作业 鸿海员工脸书社团爆料 收到来自公司的email 征求信内容写到 要调查哪些员工是眷村子弟 疑似要争取郭董在国民党初选 遭到质疑 而鸿海方面回复 目前正在调查当中 不过郭董的行动力可不止 这一桩网路空战将成为决战关键 为了对抗韩国瑜网路知识者 郭董也在脸书上积极打空战 资深媒体人黄创夏就分析 郭董脸书po文 利用AI人工智慧 加上大数据 成了议题设定的基础 像是郭董的国旗帽推销 不但同时向蓝军招手 也透露出发大财讯息 郭董的行销式选战打法 被认为超越了韩国瑜 霸气郭董用商界头脑 对抗政治人物的网站打法 来因强棒对决 正要拉开序幕 好我先问一下小平预言 所以国民党内党中央 现在决定完全全民调 没有七三开了 这个的话主席就实言 而且违背法律 除非你在修法 当初通过是七三 而且主席信誓旦旦说 党民一定要参与总统 有没有人讲过 那你现在全民调对谁有利 对谁有利 但是郭台铭有利嘛 我们大概做了一个民调 郭台铭跟党员 党员如果占三十的话 郭台铭会退选 为什么 因为他的民调 他的党员民调只有那个 十分之一而已 只有那个韩国瑜 韩国瑜是正男 然后外省人军攻 叫很强嘛 党员很强嘛 那大家 那为什么王金平跳出来 关他什么事 你会觉得很纳闷 因为王金平也有布置党员 我随便讲一个例子 王系的 马王政政支持王金平 叫林玉芳 他的徒弟 有个叫喝酒 叫林冠逊 就是提名被取消制 就弄了一两百个党员 就他自己是党代表 就去缴钱 他们支持王金平 王金平 他不是只有中正万 是全台湾都在布置 布置多少 声不可测 我真的不知道 农会什么都在动 你知道吗 农田水利会 他的人多嘛 七一夜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以为 空气票的党员 王金平很少 可是那些人 没有动力出来 头要很低 布置的 如果去投 很厉害 不可小叙 王金平的票 那再回来 所以七三开 你觉得王金平 可能会赢 没有想象中 不会赢 就是他的绝对不少 我认为他有第二名 第一名是韩 韩是空气 空气党员 他是基层党员 所以这两个是最强的 郭泰铭跟朱立文是弱的 所以王金平就跳起来 你怎么不守规矩 你主席 我要讲好七三 这法令 中常会通过的法令 那个提名办法 那怎么变成这样 那今天就看 吴敦云基在怎么做 就接下来 如果他是最续推全民调 那是对韩国瑜不利 因为全民调 一翻两对眼 是可以灌票的 那民进党跟 柯文哲的人会灌谁 会灌郭台铭 真的假的 你去看这个结构 民进党的支持者 愿意表态互比式 里面 50%投给郭台铭 投给韩国瑜 只有12% 投给20几% 投给王金平 这个是铁一般的 这是民调嘛 不是我中华民 乱吹牛的 我是支持韩国瑜 我在节目再次重生 现在来支持韩国瑜 当然 因为韩国瑜的票 不会跑 他的票都稳定在 40到42% 民调换算百分比 这个不跑就赢了嘛 那今天郭台铭 大概38 37 看起来差不多 可是太多跟绿的 跟特别是柯文哲重叠 那个票会吐回去 风险太高 韩国瑜经过这个礼拜 民调还有40%吗 我们看到的数字最高 顶多36 7 对 36 8 因为表态力八成多 再乘以1.3 1.2 1.3 就整体换算成 还原成100% 他就37就变成41 42 对吧 那还有四成嘛 四成会赢嘛 国民党拿不到四成会输嘛 我认为韩国瑜稳定度很高 等一下黄冲相 你认为这个礼拜 在做民调韩国瑜还会赢吗 我觉得这个事件 加上韩国瑜现在 那个高雄市议会 已经开始在质询了 韩国瑜现在 因为他对高雄的这个取落 出了状况 所以现在市议员 就像议长在护航 都没有用了 炮声隆隆 那韩国瑜又开始面对市政 可是新闻还会盯着他 对 他其实还是在继续往下走 好 家瑜怎么看 我觉得对国民党而言 一个好好的棋弄成这样 说实话 自己要做最大的检讨 那韩国瑜其实 从那五点声明开始 就已经破功了 开始走下坡了 怎么说 因为韩国瑜其实 在去美国之前 他面对2020的选战 都是非常冲隆优雅的说 2020不在我的考虑之内 但是自从郭台铭出来之后 这个冲隆优雅的气魄不见了 换的是这五点声明 被大家看破手脚 原来韩国瑜他就是详选2020 而他详选的背后就是要国民党为他量身打造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最好是直接征召 如果不行就是在初选里面 能够不用经过韩国瑜的同意就把他放进去 但是这一切就让韩国瑜口口声声的为了高雄市民着想 以高雄市民为优先 这个不得不被迫 万般无奈的为了国民党 才必须参与这个2020总统大选的这个说辞 全部都破功了 这只证明说在韩国瑜的背后 其实他是非常想要去选2020的 把2020是放在第一优先 因为其实在国民党的民调里面不用韩国瑜 郭台铭也能赢2020 既然不是非韩国瑜不可的时候 那韩国瑜还有出来的道理吗 那高佳瑜你这么聪明的台大法律系 对民进党来讲 郭台铭比较好打还是韩国瑜 要讲真话 你是帮柯文子讲话 刚刚那个 说实话来台大法律 我觉得韩国瑜比较好打 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有太多可以被攻击的点 也就是说他的一切的造成 就是说到了这个五点声明之前 其实都还在 但是五点声明之后开始破功了 破功之后攻击国民党 说在密室政治 权贵政治 这第一点先冲击了国民党一些原本 他们可能对韩国瑜还抱持着一点信心的这些人 他认为说你先炮口对内 那对于这些马无等等的这些人 当然心里面不开心 而他们的支持者也会不开心 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天 这些蓝银的政治人物 他开始在节目上也说 本来都是一面倒的支持韩国瑜的 现在开始有人打电话去跟他们讲 抱怨韩国瑜 觉得韩国瑜应该先专心高雄市政 所以这部分已经有一些民意出来了 破窗效应也出来了 第二个就是说 他在说假韩粉的这件事情 其实也在切割这些韩国瑜的这些支持者 那这些支持者们 其实就被分成两派 你所谓的假韩粉 其实他也是支持韩国瑜的人 否则他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 可是友台已经开始在攻击这些假韩粉 他们说这些打电话去威胁蓝银 威胁国民党说非韩不同 否则就要怎样怎样的这些人 都是假韩粉 怎么之前我都没有听过他们说 他们是假韩粉 都说大家非韩不同 现在这些人都变假韩粉了 你觉得他们心里面作何感想 情何以堪 全部都被已经甩在一边 说我跟你们无关哦 已经被切割了 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把这些人甩在一边 你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做法吗 再回到黄光禽身上 大家都过去认为说 韩国瑜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重情重义重朋友 所以对黄光禽这个事件 大家会觉得说 当时你就出来 我们也讨论过 你就出来帮黄光禽讲话有这么难吗 可是几乎从头到尾 他没有去约束这些韩粉们 他只是说叫大家要理性等等 这是黄光禽最不能接受 而且再回到版税这件事情 黄光禽在一开始 跟韩国瑜交恶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拿出来 但是黄光禽还是非常的厚道 他完全在这件事情几乎没有提 直到现在已经是冷无可忍了 到现在已经过这件事情 从韩国瑜那个事件 到现在到底过了多久 至少有一两个月吧 他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因为他已经被攻击到体股完肤了 这些所谓的假韩粉 是韩国瑜所说的假韩粉 不断的攻击黄光禽 而这版税的真相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只有今天李嘉芬出来说 他不知道版税应该属于作者本人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领钱的时候就很知道要赶快领 所以他说到底是重情重义还是重名重力 重钞票向前看 所以名利双收的是韩国瑜 但是这些为他在后面努力 然后背负的这些骂名的人 最后得到的是什么 所以李嘉芬口口声声说 黄光禽是我的好朋友 到现在今天都还说 黄光禽是我们的好朋友 你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心里面有什么感觉 如果是你的好朋友 从被攻击到现在 为这个好朋友做了什么事情 拿了版税只给人家20万 而你自己拿了多少钱 这个算法两个不同 是黄光禽算这本书是卖了3万本 李嘉芬说卖了2万本 收到的是97万 这个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黄光禽算的是对了 就是说累计到现在版税 至少可以估到150万 然后李嘉芬说 他先拿走了10、09、18万也是对的 他可能先结了2万本 先结了100多万 然后扣掉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跟这一个个人的一成左右的所得税 所以假设他结了110万120万 然后他可能先拾拿入账98万 所以李嘉芬讲的98万 回推税前总额 就会是110万120万 然而无论如何 这都不是小钱 这不止不是一笔小钱 而且说实话 原本应该是属于黄光禽的钱 但是黄光禽他觉得说 他今天写这本书 说实话他也是觉得在帮韩国瑜 他也希望韩国瑜是拿去做公益 所以他一开始他也说 他私心认为这笔钱应该是做公益 就今天李嘉芬出来才说 未来会做公益 大家就知道这笔钱 录了李嘉芬的账户之后 并没有真的去做公益 那未来这个钱会怎么利用 大家也不得而知 那只是说 而且黄光禽没有摊出来的话 李嘉芬可能这条钱永远不会做公益 所以在这个事件之后 大家就又看穿了说 韩国瑜跟李嘉芬的本质是怎么样 也就是说如果是真心的好朋友 说实话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站在后面 然后把黄光禽推在前面 你绝对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他们夫妻 那到一直演变到今天 再站出来说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请假韩粉们退散离开 这时候这些话你还听得进去吗 所以我觉得一而再再而三 说实话大家对于韩国瑜 原本还认为说 他真的是 很多人在帮他讲话的时候都会说 他真的是不得已 因为国民党真的需要他否则他愿意继续在高雄 为高雄努力 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说 韩国瑜会是自己想要去选2020 绝对是被迫不得已的 就这五点声明 让那些原本对他还有一点点信心的人 都已经不再帮他讲话了 因为他们就已经看出 没想到韩国瑜就是真的想选2020 然后再加上今天这个黄光禽事件 你会发现说 他连自己的好朋友 连这些支持他的韩粉 都可以切割 都没有办法去保护他们 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把他们往前推的时候 那你更了解韩国瑜这个人 好我们广告之后立刻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南军内部 现在要进行全民调 那很有可能最后总统大选 包含郭台铭跟韩国瑜两个人终需一战 不过同一时间 韩国瑜切割了韩粉 也可能影响到他的人气民调跟支持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真韩粉假韩粉 昨天我已经发表 脸书上发表一篇 希望假韩粉 请你们离开 真正支持韩国瑜的 请拜托尊重爱与包容 不要动不动情绪性的攻击 也呼吁所有支持我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帮我们找出假韩粉 那我们也判别不出来 到底是真的支持韩国瑜还是假的 所以我们呼吁 有一些人如果要冒充的 不要躲在键盘后面 你只是制造 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和谐而已 甚至有的用过激的文字跟语言 这样都让我们跟着 很多人心里面不愉快 那也造成很多民谊代表的困扰 所以我非常的抱歉 好 民谊 刚刚看到的是韩国瑜回应假韩粉 你怎么观察 不过我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刚刚那个李嘉芬 讲到那个板碎的事情 他现在要捐不捐 其实都还蛮尴尬的 因为你现在事情发生之后 你就说好 那我捐 那人家就说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不在这个之前就捐 你现在被骂了你再捐 所以他现在要捐不捐 感觉是有点尴尬 那至于是真韩粉或是假韩粉 4月27号这个礼拜六 有一个这个凤山的大会师 不是有宣称有10万人吗 对不对 那到时候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到场的会是真韩粉吧 一定的 当然 对 没来的就是假韩粉 我也认为会有人动员到场 就我认为王金平未必帮忙动员 但是我观察 国民党内有好多想要选立委的 在蹭韩 主要原因是他可以博版面 跟博声量跟博议题 所以会有想要选立委的去蹭 然后去动员 所以刚刚民官你一开始在问说 这个韩国瑜的民调 我会觉得说当然是这个礼拜 他受到五点声明的影响 他可能会有点掉 可是如果说4月27号 他的凤山大造势 不要忘记他当年 他去年的那个九合一大决 也是凤山造势的时候开始起来的 所以这一次如果等于说 韩国瑜他要止血的话 他4月27号凤山的这个大会师 会是一个他这个 会再起来或者是说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察指标 也因此就是说 为什么他现在这么扣谁 就我的了解是说 本来这个国民党 这个礼拜 曾永泉就一直要联络他 4月27号 其实应该是吴敦义要跟韩国瑜会面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今天早上在问的结果 就是说现在曾永泉打电话给他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韩国瑜这边不接 不接 然后也不回 不接也不回 到现在我觉得哇 你怎么会这么这么赶 然后那边 对因为曾永泉是侠谁之秘 一定是吴敦义 对那你这个秘书长要跟你打电话 就是你不接算了 他完全不接 不接也不回 这么拽 对所以他等于说 现在4月27号 不要说4月27号 现在整个会面是遥遥无期的 对那我我在我们在猜 那你觉得韩国瑜这种状态 跟这种回应 真的还有直取大卫的政治能量吗 他就算赢得了初选 他真的可以整合所有南军的票吗 所以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是有点难 因为你看他的气度 还有就是说 待会要讲的说两点 但是我先讲是说 他现在不跟党中央来做这个沟通 这个盘算 就是让人家很难看得懂 因为等于说吴敦义 现在要跟韩国瑜你先见面 我已经帮你量身定做了 你说我 他说外界会觉得说 吴敦义偏爱郭台铭 帮他量身定做一个荣誉党员 那现在也帮你开了后门 帮你制造了一个全民调 把你纳进来 而且昨天大家都在骂说 什么叫做主要参选人 还有被动参选人 参选人就是主动 就是参 参就是要选的 那现在还有什么 什么被动 被动参选人 连被动参选人这个名词 哇 吴敦义为了这个韩国瑜 已经特邀了 征召民调 现在连被动参选人 这个名词都想出来了 帮你想方设法 开了后门 现在要跟你见一个面 结果你还这么拽 然后不要 当我们的传想是说 他现在在看4月27号 他的凤山大会师 如果说他的整个人气 非常非常的高的话 他也许不一定要领吴敦义 这个勤务 为什么民调 他还是选择要征召嘛 他不要进来嘛 对不对 那可是现在就是说 我觉得说大家刚刚分析的 其实都对的 就是自从他五点声明之后 除了说有一些开始 看不下去的人开始反弹之外 国民党 因为他的那个第四点声明 太伤人了 因为他去扫马 然后去扫好 去扫到吴 你知道国民党中央 以前他们有一个叫做 蓝白拖的逆袭 蓝白拖逆袭就我的侧面打听 其实他是党中央的 下面的一个那种小编的组织 就是其实也算比较轻吴的一个体系 蓝白拖逆袭 他就直接上面 就是有一天就开始 就是说他开始攻干 他就说他就干干韩国瑜 就说韩粉你不要来 我这边就是直接要跟你开干的 那还有马英九 他也扫到了马英九 马粉现在也很不爽啊 在马英九的粉丝团 也开始跟这个韩粉公然的开战 所以等于说韩国瑜 他这样子扫射了太多人了 变成说他造成你自己都 还没有开始打 你就已经就是开始树立了很多敌人 那你就算赢了全民调 你现在伤了这么多的和气 你又扫到马 又扫到王 扫到猪 然后扫到吴 说他们是权贵 那这些人 你就算韩国瑜出来 这些人会诚心的帮你吗 对不对 你的当权就只能靠这些韩粉吗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如果是国民党党中央 你还没掌权呢 你就已经大头正成这样 以后给你掌权 咱们还能混得下去 咱们还能合作吗 对 其实有些时候政治是需要妥协跟合作的 政治是众人之事 众人如何合作 对 不管你的合作对象是谁 你可以说 我不跟马英九合作 那你也不跟吴多逆合作 你也不跟郝龙斌合作 你也不跟王津平合作 好啊 那你跟李嘉峰好好合作 两夫妻一起经营台湾 还有孙小圈 对嘛 其实讲到李嘉峰 就是最近这个 因为这个韩国瑜当时当选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夫人政治 不会嘛 不会有嘛 就是大家就是想说 这个李嘉峰会不会背后 就没想到这次 第一个开项是谁 就是李嘉峰 所以有一些蓝营的 也开始在反弹加分 李嘉峰了 就认为说 你比起这个 比如说王津平的太太 朱立伦的太太 甚至伍敦英太太 就不用提了 因为伍敦英太太 比较热衷政治 那就是其他人的太太 马英九的太太周美清 那这些人都是有树立 就是说夫人不干政 对 结果现在感觉 你们夫妻俩在扮黑白脸 那李嘉峰还开了第一枪 说谁在背后 背后开枪 其他自己 他自己就先开了第一枪 没有 李嘉峰说背后开枪 本身就在开枪 就在开枪 以及李嘉峰 你的枪横在哪里 我都公开呛你 不是 我都公开呛李嘉峰 他那个是攻击发起令 如果你们安于高雄 你们去美国行程回来 为什么你们觉得你们中枪 为什么你们觉得背背后开枪 为什么我陈寗官没有觉得背背后开枪 钟小平你有觉得背背后开枪吗 他最近有 他最近有 有个在我讲 有个多离谱的事 我支持韩也被打压 那是不是要把手脚的斩断 郭昭元议员是支持林玉芳 林玉芳支持王金平选总统 我是支持韩国瑜 那郭昭元凭什么他没有缴钱 可以登记合法 凭什么 我最后再讲了 其实他刚刚这个嘉宇讲说 如果是韩国瑜比较好大 还是郭台银比较大 嘉宇是觉得说韩国瑜比较好大 可是我们的论点 都会觉得说郭台银比较好大 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 今天比较新的消息 是说这个 为什么郭台银要出来 那包括 就是这个消息的来源是说 这个韩国瑜在美国的时候 讲了国防靠美国 市场靠中国 他这句话呢 是惹入了中南海 那所以呢 这个看郭台银第一时间 就出来跳出来说 不是喔 国防是要靠和平 那就立刻打脸的 郭台银不打紧 然后后来 反脱一件事 如果你是中南海 你听到国防靠美国 跟你听到国防靠和平 哪一句话你听得比较爽 当然是国防靠和平 怎么会是国防靠美国 大家立场不一样嘛 中南海的立场 不是中南海的立场 听到国防靠美国 一定不爽啊 不然航空母舰又给你开来啊 对不对 好再来 中南海的立场 听到国防靠和平 和平就可以接 和平协议好好签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是中南海的幕僚 所以我们会怕啊 我如果是中南海的幕僚 我一定觉得 我听了比较爽的 叫做国防靠和平 所以合理啊 是 所以今天这个消息的后续 也就是说中南海 就默许郭台银出来 去卡韩国瑜 今天消息出来 可是这个消息出来 其实对郭台银不利 因为感觉就是 有扣了一个红帽子 在郭台银身上 所以所以就说 因为郭台银跟中国大陆的 关系太密切了 所以就是说 就我们这个媒体的 观察角度来讲 其实郭台银的这个洞 比较多也比较好扫射 那民党现在觉得 国民党这出戏 谁比较好打 还是民党也在内战 很难打 这五个字 最后的答案 正确答案应该是 和平靠国防 就是蔡英文总统讲的 我觉得这应该才是 最后的最佳节 那到底是 郭台银还是韩国瑜好打 以我这样观察 因为韩国瑜他 还是有很多 他传统国民党 尤其是大概 他有一些铁卫部队 大概 军公教大概本身就是 很大的一块 那这一块事实上 他的活动力是很强的 那郭台银他的优势 大概是 他是一个成功的生意家嘛 而且他也或多或少 吸收到了很多 原本是 磕粉的部分 不过以我们来自南部啦 我觉得南部 以我们南部的观点 我们是觉得王金平 是在南部是最强 可是他在都市 好像是没办法拿到 拿到他要的选票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几天韩国瑜的表现 让我们出乎意料 因为过去韩国瑜他表现出来 变成说 他是不会去在意说 这个总统的东西 也就是说他过去 他都很辛苦 要做那个 以前汉末有一个新潮 有一个王莽嘛 那王莽人家给他酒席的时候 他说不要 哇 所有的大臣跪着 拜托他去接受酒席 那后来人家说 你不要不止酒席而已 你应该要去称帝 他也不要啊 大家又跪着就要去称帝 所以韩国瑜一直想要营造 这样的现象嘛 就是说大家说 啊 利哥 我们可以直接征召你啊 你就说你要被征召 朱立文也说了 那王金平也或多或少 表现出这样的一个诚意了 大家不敢得罪韩粉 然后说 好啊 如果你韩国瑜 你知道上头 啊 郭民党就要跟你拿名 就韩国瑜就还在那边 啊 出谁啊 这白很多 而且他也讲出了说 在他去中国的时候讲出说 老鼠脱脱鞋 大的在后面 那大家看起来说 哇 这韩国瑜不简单 原来他布了这局 就是要引出郭台铭来 那怎么后来变得 郭台铭也出来了 那韩国瑜就忽然不高兴 然后李嘉峰跳出来说 我觉得我背后要开枪 我觉得这件事情凸显出来 就是说 韩国瑜他很想要营造出 我刚讲的那个王莽这个例子 可是看起来 好像已经郭台铭的这个 这些小孩走起来之后 他觉得他想要 如乘他所欲的这件事 没办法达成 所以现在有点急 从五点声明就会觉得说 如果以韩国瑜在 一一二四前 他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 处理每一件事情的一个智慧 他不应该发这么 这么几乎已经就伤到自己人了 把你国民党的人都说 这都权贵 然后都密室 都是在这个密室协商 都不好的 只有你韩国瑜最好 所以五点声明对他很商量 然后现在又跳出来说 你看夾韩粉不要夾韩粉 然后又对他的这些韩粉 又去做切割 基本上韩粉本来就有两种 一种是比较理性的 一种就是一种很怕的 一种观察柯粉也是啊 每个人的粉丝团 南典会有那种比较穹座的嘛 可是这穹座的都是你的方三头部队 欸我问你一个本质的问题啦 我问你一个本质的问题啦 我觉得一物克一物 韩国瑜克了民进党 郭台铭出来克了韩国瑜 你们克的了郭台铭吗 我们面对郭台铭最后的选战的时候 我觉得说还是要面对他的资源战 就是说郭台铭如果用韩天 你国家机器资源 你有没有输给郭台铭啊 有啊 我们中央建筑总议算 只有两兆 他是六点一兆 他的预算 他的能量很大 所以郭台铭是很强 郭台铭很强 但是我们不觉得 郭台铭的支持者 有如同韩国瑜 那一种死忠的 凝聚力 就是 所以因为我们这样看起来 到底国民党 最后韩国瑜这一局 会怎么演变 我们很难判断 可是我看起来大概就是 不是韩国瑜 就是韩国瑜 就是韩国瑜 大概就这两个人 韩国瑜 全民调有拼 很好判断 好我们广告之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我们今天聊的是2020的选战 光是台湾内部就很复杂 蓝军现在要进行全民调 那有了郭台铭之后 韩国瑜的寒流实际上也受到冲击 然而同一时间 蔡英文也在拉抬她的网路声量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应该叫清德还是叫赖前院长 一加一一定是大于二 支持者想看到我们合作 我们就应该合作 我们一起来度过 我们最具挑战性的时刻 这个没收初选的这种说法 确实是谣言 而且是很恶意的谣言 那卓主席这段时间也辛苦了 那我说的二不是那个 我说的二是一加一大于二 那这个是我们支持者的期待 好我问一下王豪大哥你怎么观察 一物刻一物 那实际上李嘉芬会觉得被背后开枪 是因为所有铺成夺权的剧本跟戏码 被郭台铭破坏了 郭台铭出现之后 显然影响到寒流寒粉跟寒的支持度 可是同一时间 蔡英文要面对的 如果是郭台铭的话 实际上也是一个艰难的对决 你怎么观察 我先说一下 昨天晚上蔡总统跟那个 Brand Stand Up 那个 博恩夜夜秀 博恩夜夜秀 那个是挺好笑的 我自己也看了一下 在脸书上转发了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节目 所以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那个 郭台铭跟韩国瑜 我昨天也有谈了 我自己的看法 刚才高嘉宇讲的 我同意从民进党的角度来讲 韩国瑜比较好打 但是从台湾 长远的安全利益角度来讲 郭台铭的威胁大得多 如果一旦郭台铭当了台湾总统的话 那么不光是两岸关系 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调整 而且是台美中的三角关系 都会有一个巨大的调整 这就使得美国 完全没办法继续落实这个 支持台湾 守住第一岛一链 抵抗中共的全球扩张 这样一个战略部署 那这个会严重影响到 美台的战略 军事经济的合作 这个 这方面可能 郭台铭对台湾长远安全的威胁 会比大家想象的要大得多 因为实际上他能够控制的资源 他能够取得的这个 技术情报战略物资 这方面对中共的军事上的帮助 这可能性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 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那从台湾的长远的安全和台美联盟的这个角度来讲 民进党应该尽全力阻止郭台铭当选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回应你 这个我们节目播过 郭文贵跟班农 这个前白宫顧问的直播内容 提及这一点 郭文贵个人的判断是 除非美国出手 否则民进 否则他认为郭台铭胜算很高 是我也这么认为 我也这么认为 郭台铭带来了一条亲中路线 对 就大家不要怀疑嘛 对这个毫无怀疑 国防靠和平 和平协议大家买单吧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路线 然后再来 郭台铭主要的事业在中国 那他是台商发大财的典型样板 今天郭台铭如果他的红海永远留在土城 他纵然再会经营 他的红海帝国版图不是这样的版图 然而台商发大财就做了一个样板 给台湾人看 就是说台湾人 你们有一个样板 发大财就是打造两岸共同市场 这所有的路线 其实是延续着习大大 今年告台湾同胞书的路线 跟样板 而且习大大自己内心也应该明白 你很难说服台湾年轻人跟知识分子 卖白蜡可以发大财 但是有了两岸的市场 有了中国的市场 其他人特别是想要有中国市场梦 中国发大财梦的人 那他就有了一个比较强的证据 佐证跟说服力 所以你认为郭台铭的路线跟这个产品是很清楚的选项 那所以除非美国出手阻止一个亲中路线的政治领袖 否则的话他赢得此刻的选举或者未来选举的胜利的几率是高的 对问题是如果他赢得选举顺利的话 这个对美台关系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美国因为长期跟台湾有一个战略合作关系 实际上美国跟台湾在军事 在军事情报在这个科技方面是有非常普遍的合作的 但是郭台铭他已经说了 如果他当总统台湾的军费 他不会去买美国武器了 然后他要把这个钱都去发展 AI 然后他要这个跟中国实际上是签和平协议 然后我们是整个是两岸一家亲一个国家 那么我想他有一天喊出来他接受一国两制 我也不会惊讶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因为郭台铭从来没讲过他反对一国两制 韩国议事公开说的他反对一国两制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一旦郭台铭当选台湾总统的话 那美国以前可以对台湾的这些军事情报战略技术的合作 几乎美国人恐怕得一级中断 因为这个继续做下去的话 等于我给你的东西你都转移到北京去了 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美国人拦不住了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对台湾的长远的发展是风险极其巨大的 所以如果郭台铭投入选战 赢得总统大选 那对习大大统战台湾 突破第一岛链的中央心脏地带 就是一个成功 巨大成功 巨大成功 就回到郭文贵讲的话 征服亚洲要先征服台湾 那征服了台湾 就算征服亚洲的第一步 然后征服了亚洲才能征服全世界 否则你中国梦的中国霸权 请问如何挑战美国霸权 你连第一岛链台湾都不能征服 你凭什么征服全世界 但是反推美国的立场是颠倒的 180度的颠倒的 美国如果第一岛链的台湾守不住了 那亲中路线被中国统战成功 跟征服成功或者最后终极统一 一国两制了 那老美的防卫就退到第二岛链 西太平洋的防线就退守 对因为如果台湾守不住 这个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第一菲律宾肯定守不住了 因为菲律宾说 我跟中国友好的话 我也是可以发大财 我的好处马上来嘛 那第二 这个日本和韩国整个能源的石油的线路 毕竟日本韩国100%石油 都是靠进口的嘛 绝大部分是从中东来的 那整个 马六甲海峡 从马六甲海峡开始 南海 台湾海峡 全部被中共海军控制的话 那日本就没办法来 因为你没有石油进口 日本活不下去的嘛 那所以从这个美国第一岛屿链的角度来讲 一旦台湾失守的话 那么整个美国就会被迫退出西太平洋 这样的话 那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就不用当了 那这个对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来说 是一个巨大打击 对 所以相对上这场选战 郭台铭是不是正式代表国民党 本身都还有变数 那一旦他代表国民党参与选战之后 真正的美台关系 跟美国人怎么看待政治领袖郭台铭 那两岸路线亲中的领袖郭台铭 就是伯伦伯我秀给观众朋友看 伯伦伯的定义叫做 亲中亿万富豪Terry郭 亲中亿万富豪Terry郭 如果变成亲中政治领袖Terry郭 那美国人跟川普政府看他的眼光 看他的角色会不会调整 就是一个重大的变数 对 但是问题是 美国在现在这个阶段 到底能够做什么来干预台湾的选举 说老实话美国也是蛮困难的 第一 美国毕竟是一个主张自由市场的国家 你说你现在马上要采取行动抵制郭台铭这个企业 红海企业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这个要实际做起来 当然不是不可能啦 苹果抽单以后不跟这个红海来往了 不是绝对不可能 但是这个不到万不得已 我想美国不至于做嘛 第二那个 我回应你哦 苹果抽单没有那么难 苹果各种零组件各种供应链都有第二选择 当然是 所以苹果要管理一个这么庞大的采购供应链 这个红海不接的订单 合硕可以接 合硕不接的订单 不好意思广达零百里也可以帮忙伺候 就是说台商本身也有内部的竞争 我理解 但是这个capacity 这个生产能力规模是不一样的 你苹果现在可能70%都是由红海 富士康在生产 你一下子要把单子全部搬到广达和这个 合硕 合硕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小的 这要一个逐渐的过程 对 需要时间空间 10% 10%的慢慢移过去 这个是不太可能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说 如果这个郭总统将来真的采取了他所说的这个 这个国防靠和平这个停止向美国购买武器 然后这个我们跟放弃跟中国的这个这个军事对抗的这样一个态势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弥补这个 实际上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哈喽我是陈寗官 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